现在我给大家看一段视频 一个孩子给拐走 竟然现场有这个监控摄像头 拍下了录像 拍下了拐孩子的这个过程 这是2008年的深圳街头 3月25号晚上19点23分 小文乐被人强行暴走 监控视频显示 一位男子抱着小文乐穿过几个街口 中途还把小文乐放在路边休息 最后上了一辆公交车走了 这个小男孩被拐走的时候才三岁 这男孩的名叫彭文乐 他爸名叫彭高峰 三年前就是2008年3月25号 傍晚的七点来钟 就在深圳光明新区 宫明街上 彭高峰在那条街上开着一个电话超市 电话超市就是这种他自个开的收费电话亭 让人来打电话的 就在他开的这个店门口 他刚从幼儿园的这个放学回来的这个小儿子 这个彭文乐 在这个店门口跟小朋友玩耍的时候 这个这个彭高峰啊 这个父亲和他老婆 夫妻俩一个没注意 孩子就被一个穿着黑夹克的这么一个男的 拐走了 发现这个孩子没有之后 那这着急 自不带说了 彭高峰第二天就跟他家里人呢 印了一万份彩色喷绘的这个寻人启事 满大街贴贴遍了深圳的大街小巷 彭高峰在深圳当地的寻找毫无结果 情急之下 他们上网散发寻人启事 在与同样丢失孩子的父母们交流之后 彭高峰想出了一个他认为最能引起别人关注的办法 丢了儿子 这个彭高峰啊 那真是不惜一切 可是你上万份的寻人启事都贴了 去派出所也报了案了 还没找着 没有音讯 很长时间过去了 这怎么办 彭高峰啊 想什么主意 我把我这个店都改头换面了 电话超市啊 也不叫电话超市了 他说我这个店呢 以后就是寻子店 什么意思啊 他在他这个店门口啊 就是喷 就是用那个巨大的那个灯灯箱布啊 就那个喷汇 喷汇 喷着他那个老婆抱着儿子母子俩的这个巨幅照片放在店门口那个大灯箱 上面写什么 轻家荡产呢 就是变卖家产悬赏十万 寻子店 光这个还不够 还做了一个十米长的横幅 上面写什么 悬赏十万 征集当日目击者提供 线索 就是说我悬赏十万 那天要有谁见着 是谁把我孩子抱走的 有线索的 来 跟我说 群子店的宣传效应很快聚集了很多路人的关注 每天引来不少人驻足观望 却没有寻找到一条有效的线索 在这期间 彭高峰有加印了一万份巡人启示到处拍发 以扩大巡人的范围 说这事呢 跟我们凤凰又有点联系了 我们凤凰周刊有一个记者叫邓飞 还挺热心的 他呀 一直帮这个彭高峰找儿子 在去年9月27号 这个邓飞在网上发了个帖子 互联网能创造奇迹吗 请帮着彭高峰找他的儿子 这个帖子在网上被热心的网友转发了至少都有5000多次 很多人都看见了 你还别说这个信息传递的作用 到今年2月1号这一天 彭高峰收到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啊 这个信息啊 是一个这个回家 这个走亲戚吧 这么一个人 哎 发来发来信息 他说呢 他发现在江苏的批州市下面的一个村里 他见着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呢 很像照片上 彭高峰的那个儿子 哎呀收到这个信 这彭高峰那真是就是惊喜莫名了 一个礼拜的功夫 2月8号下午 他就跟警察呀 一起到那个村 一看 正是自己的孩啊 正在那玩耍呢 原来怎么回事呢 当时穿黑夹克 抱走这个孩子那高个男的 呃 倒也没卖这孩子 他呢 抱走这孩子啊 是就是自己 当成自己的孩子 给养起来 养了三年 那所以那个 在这三年内啊 那个养父吧 也就是抱走孩子 这人呢 死了 那公安到的时候 养母和这孩子在一起 当即就把这个孩子 连同养母带回公安局调查 在家里打电话 跟老婆打电话 你去 去人家 应该是个了 去人家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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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知 人家 人家 ible 人家 士 儿 DNA建议下来以后 他弄回来 你都会等我吗 他在那派 是我们两位 所以 是我们两位 我已经确定了 虽然隔了三年 但是彭高峰 现场一见 那就认出来了 我的儿 那是泪如泉涌 以至于当时警察都害怕 这爹把他儿子吓坏了 赶快把儿子带到一边 这个小屋里 然后警察又问他这个儿子 就说 你记得你的爸爸吗 虽然隔了三年 但是你看 这个小儿子 也记得他的亲爹 他说刚才那个哭脸的那个 就是我的亲爹爹 而且这小孩 让他拿起电话 跟妈妈说话 这小孩开口就叫妈妈 用的还是他们家一听 就是家乡话 他们是湖北前江人 所以这是确定无疑了 这算是找着了 那么警察到后来调查 就发现 这个小朋友 名字也给改了 改名叫韩龙飞 而且上小学二年级了 学习还不错 大概就是为了防止人家认出来 过去这个孩子脸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有一个痣 给点掉了 据警方初步调查 当年抱走孩子的人并未把孩子转卖 而是在自己家收养 而今孩子的养父已患并去世 而彭高峰则对记者说 他现在想恨抱走孩子的这家人 但怎么也恨不起来 总算是又找着了一个 彭高峰父子重逢的这段视频 最近在网上流传的那是疯传 他特别引人注目 因为他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什么背景呢 就是在网上 大家伙这个疯疯火火的都帮着找孩子 这么一个背景下 这一段父子重逢就更加让大家觉得引人关注 那么我们也用这个场面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尾 就算是我们的一种祝愿吧 你是不是走到哪儿 你爸爸都不把你找得到 看了看了 他扔着我 他还扔着我 还见到 爷爷 你看爷爷 文韬排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处 接着下来为你播出 阳光保险 明年面对面 自然是请听下回分解 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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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